全车搭载了30个高性能的传感器 包括一颗激光雷达 这一套成本就将近4万块钱 然后它还全系标配了6核塞的烧球卡钱 还有它采用了宁德时代4C的超充电池 全域支持800度超充 包括它车内搭载了一个23养生器 加上2140千瓦的超大公分 那大家在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应该已经过了年了 那我给大家先拜一个晚年 祝大家晚年幸福 来咱看今天的主角星纪元ET 其实它的前脸大家可能有点熟悉 但是具体熟悉像谁 我不说你们自己猜 然后比这香脸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一个是它有一个自主式的进气格栅 它会自动开合关闭开合关闭的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另外与行人交互 与其他车辆交互的这么一个交互的灯 包括灯上面可以显示的内容 有什么里让行人 有什么充电的电量 然后还有一些可以自定义的 比较有意思的小玩意 这辆车你从整体看下来 你会觉得它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冷表 整个这都是一个饱满圆滑的状态 车身侧面实际上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超大的龙骨 它采用了一个米其林的电动车专用的静音胎 然后尺寸是26545221 然后以及一个视觉感非常饱满的龙骨造型 这辆ET也是采用了当下比较流行的 就是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 然后来到侧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卡片钥匙解锁的位置 还是比较明显的 车辆车门也是采用了当下比较流行的无矿车门 然后包括它为了静密型NVH 然后采用了双层的夹胶玻璃 那车身侧面就和我说的一样 其实它没有太多的棱角 整个是一个比较圆滑饱满的造型 车尾依然延续了整车的圆润饱满的设计风格 只有一个比较吸睛的 来到车内之后呢 它首先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方向盘的造型 是一个偏方的方向盘 然后就是它这种极简的风格 整车内啊 这边是一个雨刷的拨杆 然后包括远近光 然后另外一边呢 是一个档位的拨杆 包括方向盘上有两个小小的圆圆的 这个按钮 其他的再也没有一些实体按键了 第二点吸引我的呢 就是它的内饰材质 有木质 然后有真皮 那比较好的是座椅 它是用真皮和阿根塔拉结合的 这么一种真皮材质 手感是舒服 然后摸起来也坐着非常舒服 包括它车内的顶棚 也是用了阿根塔拉的软包裹 然后摸起来手感都非常非常棒的 不愧是超舒适的家 那它的中央的扶手箱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它可以前后调节 你看它在向后调节的过程中 你和副驾是不是中间能空出一片很大的距离 那接下来没有女朋友的 我真的建议你赶紧退出 你这样可以 有女朋友的可以学习一下 你可以把腿或者说你走过去 是不是比较好 当然这块通道并不是说让你这样走来走去的 它这块是有一个拓展格的 就是在后期你可以在商城上边买一些 可以放在这的东西 包括冰箱 然后一些比较实用的茶具的配件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有拓展 那它车内除了刚才非常悠扬的扬声器之外 它有一个香薰系统 实际上它是在这里 你想一下 刚才非常悠扬的音乐 然后配上一个非常香的气味 Enjoy the moment ET还带了一个生命健康监测的功能来 让我们看一下我的生命体征 存在异常 存在异常 老板看见了吗 呼吸频率比较高 这就证明我工作压力比较大 我就要嘎了 建议赶紧给我调整一下 坐到后排之后 首先还是它的座椅给人的感受非常非常的舒服 包括它的支撑感柔软度 这辆车的座椅真的特别让人喜欢 然后来看一下空间 首先它这个车是一个纯电车型 它电池在下边占了一部分空间 然后上边虽然没有溜背 但是它的整车高度实际上不是太高 像我一样一个一米七八左右的一个身高 坐在车内 头部空间是完完全全够用 包括腿部空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都不用说几拳了 已经可以说一小臂了 然后就是它的座椅的座垫 座垫的长度真的非常的长 整个腿坐在这支撑感是非常好的 甚至它的座垫都已经可以顶到了我的小腿 然后它的后排座椅是可以支撑支持四项调节的 像我这样 116度到129度之间是可以调节的 非常舒适的 包括座椅的前后 如果你觉得空间还是不够 或者空间小的话 你可以自己调节 完全都没有问题的 你坐在后排上边还有一块超大的全景的 这个隔热玻璃感觉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 ET这辆车采用两种动力总成的方案 一是纯电 二是增程 纯电的单电机版本 它的续航可以达到670公里 然后它的长续航版本可以达到760公里 非常的恐怖 那么它的增程版本可以达到多少呢 1500公里 1500公里 朋友们1500公里 从北京你开到拉萨 也就是加一次油 充一次电的情况下 你就非开到拉萨了 朋友们 太恐怖了 这个续航能力